每到店家外,一堆QR Code到底要扫哪个令人疑惑 台北市提升科技防疫,将台北通整合行政院简讯十连制 民众若和家人一同前往,只需要一位代表人使用台北通APP扫码即可 登记同行人数就能完成十连登记 防疫十连台北通,只要三秒两步骤 扫描店家QR Code,同行家人一起过 简单来讲,如果今天你带有小朋友,小朋友是没有手机的 他没有办法去做十连制,我们只要按一个同行家人加上去 他就能够一起来完成十连 这张可以看得出来台北通的一个十连制画面 跟简讯十连制画面的一个差异 左边这个橘色画面比较大,右色这个绿色画面比较小 而我们这样子完成的一个所谓的十连画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在场所还有所谓的登录的时间 以及同行的人数,他的画面都比简讯十连制来大 那我们在台北市,就是有四样东西 叫一卡一通一户加上身份证 一卡就是悠游卡,一通就是台北通 一户就是悠游户 还有我们那个身份证后面有一个条码 所以一卡一通一户加上身份证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建构,整个台北的依法系统的时候 要一个最快的方法 我们不太可能 其实现在很多那种店面,用一个布置 让人家记名字 我想那个第一个不切实际 也很难找 速度也慢,资料也不完整 所以透过一卡一通一户 还有身份证 你出门至少要带一样 当然如果都有带是最好 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我们会选用效率最高的方式来确定你是谁 民众登记的十连制简讯资料会保存在五大电信 但如果是以台北通APP扫码登记 资讯会储存在台北市政府的云端资料库 和简讯十连制一样 强调资讯不落地 店家无法取得资料 资料保留28天 供中央进行疫调调跃之用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资料